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美集团美国升学直通车 在2022年1月的特别节目的直播现场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等待 那么文美集团美国升学直通车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 北美首档大型的网络直播的教育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将会来讲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的建议 直播的过程我们也会开放评论区 无论您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力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那么同时还是要介绍一下文美集团 他们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在美国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 为广大的华人提供教育服务 文美主要服务的内容 有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可以到12年级私校申请还有课后补习 我们也知道文美集团最负盛名的就是它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是在文美集团工作了10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给孩子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同时文美集团也是美国总统一工奖官方的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官方的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呢 如果您也可以在这个YouTube直接搜索 节目的名称美国升学是通车 来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当然如果您想跟文美的客户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户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那么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欢迎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万博士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升学规划有关的一些这个信息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文美快问快答环节 是的万博士啊 这个刚刚在万博士开场的时候 我们也说到了 今天是美国升学之通车的第100期节目 那么我们收到的一位网友的这个祝贺 他说热烈祝贺美国升学之通车第100期 也感谢华人网和万博士开创了这么好的一个教育节目 为我们华人升学助力 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还是想请万博士来发表一下 这个百期感言 谢谢主持人 谢谢这个网友啊 非常可爱 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一直是希望做非常精品 非常好的节目 包括大家最近发现我们也做了一些改变 是吧 那么万博士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 网页分享的这种模式 能够不仅仅是用万博士的嘴来和大家分享 能够让大家用眼睛可以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感谢这个华人网的团队们 给我们提供非常大的这个技术的支持 能够让我们能有更多的 能够让我们的家长能够更清楚更明白的理解 那么当然我们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 帮助更多的华人朋友在美国在教育方面 取得更大的一个优势和进步 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移民在美国扎下根来 然后生活愉快幸福 是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终达到的目的 所以当然主持人在大力推荐文美集团 我也非常感谢在报名文美 参与我们的大学申请规划的所有的家长们 但是不报名也没有关系是吧 我们是希望把最准确最好的信息 分享给我们的华人在美国几百万华人 希望我们的几百万华人的孩子们 都能够金榜提名去到理想的大学去 那么这个能够最终提高我们华人 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声音 让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地位 好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吧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努力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谢谢 这个我也是要非常感谢万博士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一直给我们的信任 因为我记得万博士在刚刚我们的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 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一句话 他认为这个教育就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 他说他并不希望我们每期的点击有多高的点击率 但是他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然后坚持做下去 我相信这个我们做了一百期 我们收获的这个很多的家长和同学们的肯定 这也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但是更重要的是 把万博士的一些教育理念 以及是帮助大家如何适应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 以及是升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来告诉大家 这是我们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的新移民朋友来到美国 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信息 所以我非常感谢万博士 希望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做两百期三百期 继续的为大家在教育上 像刚才万博士最后说到 让我们的华人群体 让我们优秀的学生 能够更好的在这个社会立足 并且发出我们的声音 为我们自己争取权益 好 下面呢 是这个有一位网友的问题 他问到了今年的这个大学申请 他说想请问一下万博士 他说 今年的大学申请当中 问我人生中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他说我写了疫情 但是呢 按照万博士之前的有一个说法 他认为这可能要减分了 所以来给这位同学来稍微分析一下 好的 谢谢啊 这个学生可能现在正在申请的过程中 当然不是说不能写疫情 还是可以写疫情 因为这个疫情是在我们每个人 实实在在的发生的过程 是吧 所以那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多 隔离的这个时间段里面 那么我们每个孩子在围绕着疫情 很多活动都是离不开这个疫情这个话题的 对 所以说那但是确实是你疫情应该慢慢慢慢的 他不应该是变成了你的一个主角 而是变成了你生活中一部分 或者说是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学生他写疫情到底是怎么写的 写了多少是吧 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用写出自己的一个感觉和体会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能不能打动招生官 当然从一个大的方向上来说 确实是现在围绕着这个疫情而展开的话题太多了 这个是必须咱们要承认的一个现实 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就没有可以讲的素材是吧 所以那么比如说刚才这位学生讲的 那人生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他写了疫情 那当然我不知道他写的是疫情本身对他的挑战 还是疫情本身背景之下他干其他事导致的挑战是吧 那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 包括你这个发生的这个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故事 到底是这个由于疫情限制了你的活动 限制了你的学习所面临的挑战 还是你在去执行某一个活动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甚至是不是说你家人有人得了这个COVID-19的这个病 然后给你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可能他都不太一样是吧 那我只能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只是泛泛的说 我在这个疫情的大环境之下我要上网课 网课我不适应效果不好 那么影响了我的学习成绩这种挑战那我确实不见你写了 我觉得第一没有体现出你迎难客奸的那种勇气和能力 反而是让人觉得你面临这样的挑战 你没有拿出一个年轻人的担当和勇气来 那我觉得反而是不太好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写了一些你在疫情的情况下 你去迎难而上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获得了一些收获 是吧 在这个过程中你学到了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写 那么他只是说他疫情只是一个背景因素 他变成了一个帮助你描述你自己在执行某一个事情的时候 所面临的挑战的一种情况 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写的 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具体的来分析 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些特别普遍的什么疫情 我现在在家里导致你比较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一些事情 我确实是不建议你写了 嗯 了解了 所以这个还是要有一些情况分析 然后这个具体的怎么样来操作 写什么怎么样来写 这都是有一些这个细节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位同学如果在我们的线上能看到万博士的回答 也供你参考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万博士说 他想问一下文美目前的大学录取情况如何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关注我们的这个文美 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么首先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 整体的这个今年的录取形式来说 我觉得还是整体还是不错的 那么为什么不错呢 我会发现说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在20到50这个阶段 陆续放榜出来我觉得录取的不错 我们不要SAT了 我们不要这个了 你怎么着都可以申请了 是吧 所以的话就有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有了一种假象 这个假象的话就是说大学录取标准降低了 我更有可能进到顶级学校去了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跟 所以今年是我和家长和学生发生冲突最多的一年 所谓的这个冲突是加引号的 就是在择校策略上 发生这个讨论比较激烈的一年 就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有越来越多的家长 像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择校的策略往前提 所以今年这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公司的这出现了这种情况 是整个社会层面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大家最后出来发现 因为现在腾校的录取数据基本上都已经 一地的录取数据都已经结束了 是吧 所以确实是录的没有想象的好 当然我们文美也还没有具体公布 具体的录了多少人呢 各方面我也不想在此时此刻公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学生没有拿到录取结果 如果我在这公布了 我有哪个学生进了哪个学校了的话 我怕影响会我现在的其他正在申请学校的心理 学生的心理 是吧 这个希望大家能理解 但是总而言之 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是包括斯坦福在内的腾校 我们是收获了两枚 我们是收获了两枚 收获了两枚offer 那么目前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至于说是20到50之间的话 当然现在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大概有三四十个 大概有三四十个已经出来了 都是异地出来的 那么当然我就说了他们很开心了 当然我们会帮他们做好后续的一些工作 那么在之后的那么这些其他的走regular申请的 那么他们的录取结果可能要到三月份四月份才最终能够放吧 总而言之我的感觉是今年的整个申请请 申请的策略和我的判断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我毕竟还是在这个行业里 所以很多家长他们冒进了之后 这个不理想回过头来找 万老师咱们是不是要加点学校 当初确实是是吧 那个身得有点激动了 是吧 现在回过了头来怎么样 所以我一直站在一个第三方相对比较理性的这么一个角度 整体来说 我觉得大学申请的整体的竞争的难度没有出现变化 那之所以会出现很多包括观众 很多你问你周围的朋友 今年申请都会 你绝对会有这样的体验 就是说好像是说今年的录取情况不好 今年的录取情况不好 并不是大学难度增加了 而是我刚才说的 有太多的人冒进了 那录取率降低了 是因为分母变大了 有太多的人更加激进的去申请那些学校了 导致的申请难度 包括整个择校策略 我不认为有什么变化 我不认为有什么变化 所以整体上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 我观察到 当然我们国际生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我们主要服务在美的华人移民和学生 那么我看到的留学生的情况是更加的惨淡 为什么更加的惨淡呢 是因为由于疫情也好 学校确实在国际生的招生名额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甚至有些学校的他的招生名额砍了50% 原来我计划招2000人 现在招1000人 这个情况出现 但是初步统计下来 或者有些媒体的调查问卷反映说 可能来美国的留学的学生只减少了10% 只减少了10% 但是大学砍了50% 所以今年国际生确实是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因为他把有些名额转到本地来招生了 这是大学招生策略的一个挑战 因为他怕你不来或者你签证过不了 所以他从保守的角度 他给了更多的名额 给了本地的学生 所以这个是一些变化 跟大家通报 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孩子们录到理想的大学去 是的 现在这个录取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那么所以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可能在最后万博士总结以后 也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是想请问一下 他是来问我 他说这个主持人 请问原来的门美大学规划的节目 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到 依然是在我们的频道 而且你可以直接搜索 文美大学申请规划 这个名字就有了 那么虽然我们现在是把它合并 都合并为了美国升学直通车 但是之前的节目依然是有的 或者是你直接搜索 美国大学申请 也是可以链接到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搜索当中 所以希望如果是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是可以继续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留言 我们现在目前的节目 依然是在每个星期的 星期五 每期时间一点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好 下面这位是想问一下万博士 他说我们是移民 在国内是省重点的中学 来美国后目标是冲腾 请问腾校的录取标准是什么 来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来到这边 他们都会觉得 省重点的中学的孩子们 可能冲腾更加容易一点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那么 那如果这样的话 烦请导播看 还能不能共享一下 我这个其实上 这个其实应该建议大家分享 这个去看一下咱们上期节目 可以 你可以打一个网页 我们这边应该就可以显示出来 稍等 对 稍等一下 一分钟 不用一分钟 一分钟太久了 没有 几秒钟 来了 不要着急 我们这是现场操作 我们这是现场直播 朋友们 对 现场直播 对 好 那我建议你去这个网站 对 因为这个家长其实他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自我评估的问题 当然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吧 很多不知道 你就说我在国内是上清华北大的料 我来美国能上什么样的大学呀 是吧 首先当然是他的评估体系不一样 对 在国内的话你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考试成绩这些东西 在美国有非常全面的考核 这个的话你可以去看看 我唯一能给你建议的可能就是你自我参考一下你的分数的要求 是吧 分数的要求的话你去这个网站上叫US News Best College 那么他这里边每个上一期节目我跟大家介绍过是吧 如何选出自己心仪的大学和专业了 你就去这个转业 那么这里边的话你看比如说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他这边有非常详细的录取数据 那么他的录取率是多少是吧 然后呢有多少人是在ED被录取的Early Acceptance Rate 当然这个他包括了ED和EA都包括在一起有14.7%的人 是吧 然后这里边有几个数据你可以供这位家长参考 就是说他的SAT的分数范围是从1450到1570 这个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他录取的学生最低的最低的你的SAT应该有1450 我没有录过我普林斯顿大学录取的学生没有低于1450的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自己这个就是你自我评估了 你说哎呀 汪老师我评估了我这个我SAT能考1500 那你起码在他的范围之内 嗯 是不是当然了从录这个是一个你能不能进他录取池子的问题啊 对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一般家建议华人要看要尽量接近这个分数 尽量接近这个分数 那ACT呢要尽量接近这个分数 要接近这个分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1450啊 美国呢 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呢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学校会给州啊 或给每一个学校按指标画名额的 对啊 我只给你加州50个名额 或给你纽约州30个名额 没有这种说法 人家都是择优录取 好吧 都是择优录取 但是人家绝对有种族上的比例要求和限制 啊 明白吧 所以呢 这1450就是给少数族裔的你说啊那亚洲人也是少数族裔啊 对亚洲人是少数族裔里 最能考试的那个啊 所以这个呢 一般是做给国家什么做出了突出贡献呢 或者一些个少数族裔啊 考的分数 你要看这个分数 你要看这个分数 包括下边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啊 你去付费的话啊 你能够看到它的GPA的要求 是吧 各种数据 interested的 有多少人是感兴趣了 有多少人申请了 有多少人录取了 有多少人入学了 有多少人被拒了 有多少人是等待名单了 啊 这些数据 那么就是我是觉得家长 你如果想自己衡量一下 你自己能够上到什么样的大学去 有没有希望的话呢 呃 呃 软实力很难评估啊 软实力很难评估 但是你先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呃 硬性条件 你是不是有能希望能够拿达到 是吧 所以这个是给呃 给您的一个工具网站吧 啊 好的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是的 谢谢 谢谢万博士的分享哈 我们上一期节目 其实是有讲到这个 而且万博士介绍的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呃 网页都非常的具体的 您可以这个往往前搜索看一下哈 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呃 来到的孩子 他的这个适应度啊 还有就是说除了分数以外的一些考量 其实都是需要考量的 所以冲腾这件事情 可能考虑的要多一点哈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还可以直接来咨询万博士 那么最后还是要跟大家介绍文美集团 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芝加哥等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 为广大的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他主要的服务内容呢 是有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从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文美集团最负盛名的就是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变动频繁的现象 那么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 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的级别 并且是在文美工作10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 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家长 在给孩子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了 那么此外呢 文美集团也是美国总统一公奖 官方认证机构 和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 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 直接搜索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直通车 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当然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 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 18888-789-0942 今天非常感谢万博士 与我们的互动和分享 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留言给我们 谢谢万博士辛苦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是的 美国文美 美国升学直通车 每个周五 美西时间中午一点 我们都会不见不散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